大家好,我是小赫 今次答案故事是关于清陶一位大名鼎鼎人物的陵墓 我现在的位置是在河北增化的青东陵 我身后这座陵墓可是大名鼎鼎的康熙皇帝的警陵 这座康熙皇帝的警陵是康熙皇帝继位15年以后才开始修建的 因为这段时期康熙皇帝面临的事情比较多 比如这个康熙皇帝刚刚继位的时候 首先面临着就是他的父亲,也就是顺治皇帝的丧事 虽然这个顺治皇帝生前选好过自己的万年基地 但是他并没有来得及去修建陵墓 所以康熙继位以后,首先他要去修建顺治的孝陵 这座孝陵一共修建了11年 除了这件事情,康熙皇帝还得忙着各种大小战争 因为在那个时候,南明政权还没有彻底消灭 所以对于刚刚入逛的清朝来说 根本就没有那么多钱再去修建一座皇帝陵墓 下到后来这个康熙皇帝的孝称人皇后去世 这个贺舍礼是因为难产去世 年纪才22岁 这个时候这个皇后去世了 那么修建陵墓的事情必须抓紧去办 在当时这个清朝还处于平定三番的战争中 这个资金确实不足 确实没有钱去修建一座皇帝陵墓 那么康熙皇帝决定先修建帝宫 先把赫舍礼式的棺果葬入地宫 这个地面建筑以后再去修建 咱们现在看到的这座建筑就是景陵的碑亭 景陵之前清朝地陵都是立一座石碑 但是到了景陵时期 这个雍正皇帝却给立了两座石碑 雍正皇帝并不是说有钱不花难受 是因为需要写的字实在是太多了 景陵的碑文比南京明孝陵的碑文还要多三倍 自从景陵立了两座圣德碑之后 雍正的太陵 乾隆的玉陵 嘉庆的昌陵 都在效仿康熙皇帝的景陵 都立了两座圣德碑 当咱们来到康熙皇帝景陵的时候 如果大家仔细的话 去发现这个碑亭 包括下马碑和牌匾 上面的文字会发现当时清朝 对民族观念发生了巨大的改变 咱们现在看到的这座石碑上的碑文 就是康熙皇帝景陵神道碑上的碑文 咱们再去顺治皇帝的那座石碑 看一下他们的区别 现在的位置是在顺治皇帝的小碑楼 那么我身后这座石碑 如果大家来到校园会发现 无论是石碑上的文字 还是下马碑上的文字 也是满猛汉三种文字 是中间这个满文 它会写得特别的大 那么这个满文写得特别的大 而汉文和蒙文写得特别小 这就说明了在顺治皇帝时期 还是一再的强调满族尊贵的身份 这个满猛汉三种文字 这个满文是在正中的位置 景陵之前清朝帝陵 满文都是故意的把字写得特别的大 但是到了景陵之后 满文虽然也是在中间的位置 但是它的字体都是一样的大小 说明康熙皇帝时期 这个满汉一家不只是说说而已 他已经开始努力去做了 我现在的位置就在康熙皇帝景陵这个神道 这两边的石像圣可不是康熙皇帝修建的 它是乾隆皇帝修建的 这个清朝的皇帝陵墓 说白了就是遵循明朝帝陵的制度 无论是它的建筑格局 还是建筑物的名称 全部是去模仿 在北京十三陵中 朱棣的长陵已经有石像圣了 那么每座帝陵神道相连 所以其他的帝陵就不用再修建石像圣 这个康熙皇帝不修建石像圣 也是为了表达对他父亲 甚至皇帝的孝心 因为儿子陵墓的规模 是绝对不能超过父亲陵墓的规模 到了乾隆时期 这位乾隆皇帝却给景灵补了石像圣 乾隆皇帝这个人喜欢杀存在感 而且浩大喜功 他在位期间是清朝处于鼎盛时期 那么有钱了不花 可能他比较难受 于是他想提高自个陵墓的规制 修建石像圣 但是这个乾隆皇帝一想到祖制 他就开始头疼 是因为后代帝王陵墓的规模 是绝对不能超过前代帝王 康熙皇帝的景灵和雍正皇帝的太灵 都没有修建石像圣 所以按照正常的情况下 乾隆皇帝也不能修建石像圣 但是后来有个大臣给他出了一招 给这两座地灵补建石像圣 在乾隆十三年 这个乾隆皇帝下令 在景灵和太灵 弯曲的神道上 直接补建了五对石像圣 后来他给自个儿灵墓 却修建了八对石像圣 这座景灵对于清朝后续 这些皇帝的丧葬习俗 也是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是因为景灵地宫中 这个康熙皇帝 他没有实行火化 而实行的是土葬 这个火化就是满族最初的丧葬习俗 这个光晚三陵 包括顺治皇帝的孝灵 他们地宫中都是埋葬着骨灰坛子 清朝入关以后 开始学习了汉族文化 包括汉族的丧葬习俗 那么孝成人皇后下葬的时候 就没有采取火化 直接放入关果葬入地宫的 所以景灵是清朝 第一座埋葬关果的皇帝灵墓 康熙皇帝的景灵也是第一个规定 皇帝不死 这个地宫大门是不关闭的状态 皇后先入葬 皇帝驾崩以后 地宫大门彻底的永久性的关闭 在康熙皇帝景灵之前 如果皇后先去世了 是绝对不能直接葬入皇帝的地宫 需要在其他的地方停灵 等待着皇帝驾崩之后 才能葬入地宫之中 从景灵开始 这个皇后如果先去世的话 将直接进入皇帝的地宫 但是这个地宫大门是不关闭的 地宫入口也不会进行掩埋 会在地宫入口处安装一个墓门 一直等待着皇帝驾崩后 把这墓门给他拆了 地宫大门才彻底永久性的关闭 下一个视频呢 咱们讲一下这位千古一帝 康熙皇帝的故事 关于这个视频呢 就拍到这儿 谢谢所有观众我的朋友 咱们下一视频 再见